大家好,我是Stan 耳朵代表米尼吉因同时提起 很多爱毒都是抄袭了自己创造的概念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反感 网友们找出很多资料 彭吉尼吉也有模仿过别人的概念 今天也有粉丝们送示威卡车 去了海埔的办公大楼 彭吉尼吉支持海埔旗下的女金斯 米尼吉不应再利用女金斯和家人们 米尼吉应立即停止诽谤其他艺人们 然后今天,滴社也出马了 4月23号 滴社报导了一则新闻标题为 牛金斯的资源来自Source Music 米尼吉万物论的自相矛盾 以下是滴社的报导内容 米尼吉于2017年加入Source Music 哈尼则于2019年加入 他们都是通过Bikit与Source Music 联合举办的全球选拔赛尔进入公司 然后海林汉塔尼尔在2020年签订了练习生合约 最后一名成员黑影是在网上被发掘 并通过试金后与Source Music签约 也就是说 米尼吉、哈尼、黑丁、谈尼尔以及黑影 都是Source Music的代表 苏双进的资源 他们直到2021年下半年 一直都是在Source Music接受了培训 而米尼吉是在2019年转至海埔 他的原先角色是品牌总监CBO 负责指挥海埔旗下公司的品牌工作 大致工作内容是 一、负责多个厂牌的创意指导 并主导新女团的推出计划 二、计划成立新厂牌 以拓展新人发掘和音乐制作的能力 根据当时海部发出的新闻稿 米尼吉原本应该是准备Source Music的出道族 但他先想成为一个独立厂牌的CEO 这也就是额度额的诞生背景 米尼吉从Source Music选择了练习生 并将米尼、哈尼、黑丁、谈尼、黑影等人转移过去 作为交换 他支付了迄今为止的培训费用给Source Music 所以米尼吉是女子的母亲吗? 他确实是把他们推向世界的人 并且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然而真正生下他们的是苏僧金 他们是他花了至少三年以上的时间 精心培养的孩子们 当然没有人会对米尼吉的攻击提出异议 他以现代方式重新创造了Y2K感性 并与250一起用乡土音乐 完善了韩国式疫情音乐 因此米尼吉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 还不董事会在2023年第一季度 批准他以低价购买额多额的旧股份 而不是股票弃权 结果米尼吉以此方式获得了18%的股份 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这对米尼吉来说也是一个避免45%税率的妙照 如果米尼吉接受了股票选择权 他在取得时需要支付高达45%的税 然而米尼吉通过接受一家当时是亏损公司的股票 来节省了税金 然后股票选择权只能在任职期间行使 如果米尼吉试图独立 那么股票选择权将消失 但是股票是可以自由出售 而米尼吉也是要卖出选择权 这是一种以相互协商的价格重新出售的权利 目前与HIPO签订的卖出选择权 估计规模约为1000亿韩元 米尼吉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当时我也收到了其他地方的类似规模的投资提案 所以没有理由一定要选择HIPO 这似乎与他现在作为HIPO系统收益者的身份有所矛盾 NUJINS成员们是从HIPO旗下的Sauce Music的练习生库中挑选出来 而非在街上随机发券 当然可以将NUJINS的成功归功于米尼吉 但相反如果失败了 那么这笔债务必须由HIPO承担 这意味着NUJINS的成就 不应该仅被视为米尼吉个人的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首先如果不是HIPO的话 他们怎么能聚集那么多练习生呢 当时BTS大红大紫 姚家亲骨很有名 练习生自然而然的涌入了 无论歌曲概念多么好 笑话这些概念的歌手魅力最重要 所以听他说什么都觉得荒谬 庞希尔真的判断错了 太信任他了 马上就给他设立成牌 所以就骄傲的不得了 把人才都给他 试着损失了一兆 不过Sauce Music的眼光真是疯了 居然还马上租起了Srippin来 真的太厉害了 但说实话 其他成员是不是因为米尼吉才加入的呢 毕竟当时的宣传重点 就是米尼吉在挑选新女团成员 那次选拔的宣传 完全是从明开始到明结束 我只是后期黑影 是米尼吉团队发掘的 还是Sauce Music团队发掘的 其他的就 只有我们这些老人们才知道米尼吉 像牛精死这样的孩子们 可能根本不知道 我小的时候也只喜欢我的idol 根本不知道什么艺术指导 制作人之类的事情 那些孩子们怎么会知道 米尼吉是谁去参加他的选秀呢 他们是看到BeHit和Sauce Music举办 看公司名字去参加的 这么一看 其他厂牌都是自己带着练习生 培训他们让他们出道 但他却空手而来 还得到了突破性的支持 跳走了别人的练习生 享受其成果 既然还说成功与海埔无关 真是荒谬 娱乐也本来就是资本为王的行业 米尼吉只在SM海埔这样的大公司工作 似乎没有现实感 应该送他去狂说那边 让他深刻感受一下资本的重要性 粉丝们做得很好 标语也很明确 既然Odo的声明中 提到女精死已经同意了 就该采取行动 未来女精死的立场 是站在海埔那边还是米尼吉那边 将会大大影响公众舆论 因为FIFTY事件的缘故 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粉丝们的心真的会焦急 加油 而且这个情况越拖延 女精死的公众形象越难以避免下降 所以成员和他们的父母 最好能尽快明确立场 对于滴社的报道 以及粉丝们的卡车侍卫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你这么多恢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